宝宝地平线即将停泊两周 作为补偿 制作组放出了一些预告 利可一席人在加赖古城找到了祖母 根据预告 利可的祖母也是个强者 他有非常多的宝某 除了之前的录音歌 他有一只风速狗作为作戒 防自裂还有水晶灯火龙 拥有小人 死神板 齿轮爱 苹果龙和灯罩叶孤 那人都找到了 必然要进入正体 利可祖母对于古代宣传家 卢丘斯和吊坠 肯定知道些什么 但肯定不可能完全知道 要不然主角团 怎么进行下一步呢 除此之外 预告里 利可还对之前 在泰拉巴格斯制造幻象里 回来训练家卢丘斯说的话很好奇 他于是问祖母 拉克亚是什么 当天叫拉克亚 泰拉巴格斯有很大的反应 预告中 还给到了许多 探队组织的镜头 老熟人阿米吉欧 日常带参与人鬼来对战 就不多说 重点是其他干部 也都清朝出动 他们搭档宝梦 在预告里也都有展现 四条鬼的搭档是冰鬼祸 盔甲猛男的搭档宝梦就厉害了 居然是有着 阎王炎称号的 炎石巨年 而探索队高级首领老头 带着一只夜黑魔人 找上利可的祖母 并叫出利可祖母的名字 戴安娜 这两个恩怨 没有个几十年 我是不信的 利可祖母经营的探索队 几乎全员出动 可见也是个超级大佬 看起来后面的剧情 相当精彩 还是非常期待的 值得注意的是 利可身上竟然已经变了三个宝翁了 跟巧智可以说有的一拼呢